毛泽东的孙子毛新宇近日表示 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 这一类人言论引来网民的嘲讽 学者也批评指出 毛新宇的智商有问题 就不要让他到处出洋相了 这只会使中共更难堪 请看报道 现年41岁的毛新宇是毛泽东唯一的孙子 现任中国军事科学院战争理论和战略研究部副部长 少将军衔近期毛新宇发表文章号称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是为了消灭四人帮和林彪 资料显示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时 作为四人帮成员之一的王洪文 当时只是上海第十七棉纺织厂保卫科的干事 张春桥则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 而姚文元也只是解放日报的编委 很难想象毛泽东为了消灭他们而发动文革 铁流指出 毛泽东发动十年文革 霍卵中华罪恶极大 就把中华民族五千年都所留下的文化遗产 包括古书古画古节最终伟大的这个秘术通通破坏了 文革 皮肤权贵 原始确实有两千万元 毛新宇宣称 1966年 刘少奇实际上处于被排斥的状态 绝对不会是毛泽东的接班人 毛泽东发动文革的目标 显然是以继承人身份被写入党纲的林彪 而实际上文革开始后 林彪才代替刘少奇 成为中共中央当时唯一的副主席 直到1969年 他才被确认为毛泽东的接班人 毛新宇1988年进入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 毕业后在中央党校攻读研究生 现在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 去年 毛新宇被授予少将军衔 成为目前解放军中最年轻的少将 网民开玩笑说 毛新宇说话总是不理我爷爷 而他效仿毛泽东到处提词 更是经常被围观取笑 顾小军在毛新宇没有错 人傻有错吗的文章中写道 毛新宇没有错 这是体制的错 一个孩子给他把木头敲玩就可以了 为啥要让他玩少将呢 我觉得呢毛新宇的问题呢 这个还是主要是社会的问题 社会的问题制度的问题 他这个制度可能不够吧 不够就不要让他到处出洋相 这样方便你这个党自己也难看嘛 在此之前 毛新宇被聘请为广州大学松田学院的客座教授 作为兼职班主任给学生开会 要求学生学习毛泽东思想 就曾经遭来各界的一片质疑 网友评论说 也不怕丑 经常出来丢人现眼 还有网民指出 天报应 毛家该丢这个人 新唐人记者 长春 李谦 朱棣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